面带笑容说起在国外的经验侃侃而谈 听做这个剧场执行长廖又珍举了这样的例子相当有趣 我们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有一个剧院 那个剧院也不是说多么的好好 那个小镇其实也很小 但是它每年都会大概平均三四个月两三个月 就会来一个Borrowed的音乐剧 20块开始25 30 就是很便宜的票捷 欧美的环境鼓励学生参与艺文活动 和在地企业合作的情形十分普遍 原来他们已经把剧场就是localize 就是他们在地经营 而且呢 其实不管在地经营他们那个赞助的金额怎么算 然后怎么promote这些赞助的人 什么什么 但他们其实背后那个本质是什么 背后那个本质其实是艺术教育 就他们觉得 我们的小孩 除了会读书之外 艺术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 天作之和剧场为了延续这种艺术教育理念 在2013年9月推出了音乐剧天堂边缘 希望用这样子的演出形式踏出第一步 我们这群人作的天堂之和有一个很大的理念是 我们很 我们深信啦 音乐剧这个表演艺术形式 它是可以真正 进入人心 去影响人心的一个表演形式 你这样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就是它有这么崇高的 不是就是唱歌跳舞跟演戏吗 因为在这十几年我们做 freelance的经验告诉我们 很多东西 你做了一个曲子或是做了一场戏 或是表演了一整个 就是做了一完整的制作 事后收到观众的回馈 他不是只是说哎呀这一歌很好听 什么什么等等 他事后甚至我们收到很多 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回应 比如他写了一封信 发了一封email 在他的部落格写了一整篇他的心得 那个心得 给我们的那个feedback 是远超过我们当初 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收到这些回馈 艺术总监燃天豪有说不完的感动 因为天堂边缘 在台北水源剧场演出的16个场次 其中四个场次的学生专案场 就是由永珍教育基金会支持赞助 创下第一次由社会团体 补助学生票价的记录 艺术教育价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做的非常多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去跟他谈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很快就match到了 对 那我真的很感谢 以这样子的大企业来说 他们其实是看重这件事情的价值 那而且看重这件事情的那个 这个概念 所以我明显是非常感动的 所以去年其实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艺术杂根这个专案 对 那让学生真的可以用他们可以付单期的票价 来买票看这个戏 而且呢 其实是等于开放了更多机会 可以带进第一次看剧场的观众 超出预期的票房 天作之和剧场满是感谢 因为在台湾有许多的艺文演出 欣赏的价码并不便宜 就让许多人打退堂鼓 所以我们希望定义音乐剧它不再是国家音乐厅 国家戏剧院高高在上的 你要准备很久了 买张票 半年前买张票 我去那厅我是不是要穿的西装笔挺 我是不是要做好多功课 我是不是要心情要很梭目 我才有心去看 不要这样子 甚至就是有一点你下班之后 今天好放松 我被老板这样定得很惨 我要去看那个戏 因为那个戏里头 听说会让我们上班族得到解放 他就直接买张票 就去戏院看场戏 希望有一天台北市可以成为这样的都市 以上班族做延伸 也希望让学生能够负担得起 这个想法看在与学生 第一线接触的老师们眼中 特别有感触 对小孩来说 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他觉得是他生活一部分 也很容易 那一场电影票价大概是四百块左右 那对他们来讲 进剧场好像陌生很多 老师虽然这么用力推荐 可是万一不好看我看不懂 总觉得剧场里的东西 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所以当我知道有机会用这么便宜的票价 可以把他们送进剧场的时候 我必须承认我乐歪了 就为了把他们推进剧场 开始把变演艺术特别是音乐剧带进校园 这个过程产生的化学效应 老师的感受最深刻 我还记得有一场隔天 就有孩子就两个一起到我面前来鞠躬的时候 我就吓坏了 我说你们现在干嘛 他们说老师实在要谢谢 因为真的很好看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以前觉得剧场都是一堆人家看不懂的东西 他们就说 他们跟我说 我们觉得 我们看完就觉得一定要跟你说谢谢 将来如果还有演出你再告诉我们 那当然像类似这样的回馈就更多了 那个你可能可以相信自己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那种回馈 声音在高中身上 高中身身上我看到 尤其是他是高二要升高三 对他的未来 其实他是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跟迷茫 对家人对朋友甚至在学校续生的互动 藉由音乐剧当中 寂寞和日常生活相互重叠到的心情 让学生们重新思考能够改变些什么 以前其实是我是音乐班 对但是因为后来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对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兴趣 对然后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啊为什么当初不好好学 亲身经历后悔再看到剧中的何志 因为不敢表现歌唱才华 到最后终于一盏歌喉实现心愿 对于这一幕学生们也感同身受 就是不敢在大家的面前唱歌 对可是他最后让大家知道他其实很会唱歌 对让我很感动 对就是他最后他做到 因为我自己也是唱歌的 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是很敢站在台上唱歌 就是没有信心啊 对所以会觉得说自己唱的没有很好 还是不要在大家面前唱 所以你有很感谢何志这个角色啊 他带给你有一些什么东西 那会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去尝试 而不是害怕着了 躲在后面不敢站出来 对 世界已经用闪电照亮 中期里把蜡烛吹灭 音乐剧天堂边缘以亲情 友情 爱情 还有对于未完成心愿实现的渴望 也让学生们用实际行动 在现实生活当中具体实践 有着满满收获的还有这一位英文老师 私下也热爱表演艺术 同样也参与这一次的学生专案演出 翻开眼前将用一张的回馈单 这些都是学生们看完之后当下的心情写照 学生的感触就在这一字一句里面传达出来 心中的感动说也说不完 这样他在回忆的过程中 就会把整个戏再走一遍 然后他也会去想说 对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角色特别吸引他 是他的故事吗 还是他的演出方式 就会他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层面 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很感性的 就是被剧情带着走 被整个演员的表演带着走 可是当他要静下来写这些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冷静下来思考 说对我看到什么 对然后再把它转化成文字 对然后对最后一题是说 叫他写一封信给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然后去告诉他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会有什么想法 青春年少的高中生 投射情感在角色当中 升学压力在剧场中得到释放 最终的事业妈妈对子女满满的关爱 让他们看到情情危机的重要 也就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可能就我比较有感觉是那种 就是亲情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 对啊看了这东西 可能就要跟妈妈说成谢谢这样吧 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 踩在那边就是后悔 对所以就珍惜你吧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最后 就是他跟爸爸妈妈 就是跟妈妈和好 然后他就比较知道妈妈的 其实也是很爱他 只是一些原因没办法 就陪在他身边 音乐剧的吸引力让学生愿意进剧场 更多的动力还是回归到负担得起这件事 我们班有个同学 其实他很想去 可是因为他去要花自己的钱 然后有一百块的票掉 然后他就马上说要去 他喜欢音乐剧 可是如果一个月花三千多块 他没办法 可是如果一两百块可以 满足心愿还能和家人分享 对学生们来说是再美好不过的事 就算家住得远也不焦惜他们的热情 一场演出的能量补给 对高中生而言再累也值得花心思 艺术教育所展现的丰硕成果 从学生的言谈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终身想起上课时间又到了 来到袁正玉老师的课堂当中 同样要讨论下一次要上台表演的戏码 谁来演出 然后会有人要同时演两个角色 就是会重叠到的就是 因为刚刚删掉一个角色嘛 所以我们要会重叠到一部就是 坏的父母舞蹈 这不一定要两个人一个人演戏 第一次我只想起来是平常的角色 每一次的分享都是老师背后的用心 能够让学生敞开心胸 多接触表演艺术 散播到校园当中 老师笑着说只要努力看得到 一切都很值得 去看完之后我就问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他就说好感动 对就是他可能去国外看音乐剧 可能就是受到那种声光效果啊 或是那种大舞台 华丽的舞台啊场面啊所震撼 可是不会到感动 他只觉得哇大开眼界 可是上次去看这个的话 一方面语言的部分就会更清净嘛 就会更容易理解 然后他也会觉得 蛤这么简单的舞台 可是怎么这么 就是让他这么感动 我没有点出一些社会议题 像是夕阳或者是同性面 也许一般现在社会还是比较传统面 但是这部戏里面他点出来的就是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人家发人心思的一部好戏 很谢谢他们有这部戏 对然后让其实我觉得可以让更多 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 从原本不喜欢看 不是也不是说不喜欢看 就是第一次接触戏剧类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可以对他们生活上有一些新的启发 传题的效果达到了 经过沉淀过后消化再转化成共同前进的力量 老师和学生亲眼见证也有了别人 偷不走的满满收获 天作之河也期待台湾对于 艺术教育扎根这个名词不再陌生 也许一开始没有办法很广泛的推广这个概念 但我们希望他可以慢慢的慢慢的 让大家可以觉得这件事情是 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因为有时候价值不是在钱 价值是在这件事情 也许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我剝一颗种子 也许这个种子 我买这个种子的时候很便宜 可是我剝进去的时候给它养分 接下来它就长成一棵树 也许它会长到多大 还有多少股市可以喂养更多人 这都是我们无法预计的 可是撒种子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 在我们的这个拼近 我们比如说三年五年 我们把中小型的这样亲近的剧场的东西建立起来 有机会进到大剧场 当然更好 因为它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 设定目标从小地方做起 一步一脚印踏出每一步 艺术总监燃天豪 把自内心说着心中的理想 剧场与观众 这一来一往的相互回应和反思 以及慢慢建立的口碑 成就的不只是剧场和情感的原生 还有那背后在校园里头落地深根的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